來了 複製界 各位 1 2 3 4 5 6 7 8 9 看過沒有 9個道具啊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你們今天的遊戲實況 我是寶皮 今天我們來玩吸血鬼復仇者 又來了又來了 沒錯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在下面留言敲碗說 這遊戲又改版了 你怎麼不玩 而且作者把正職都辭掉來專心做遊戲了 對呀 那支持一下吧 我就說有啦 改版我們就來玩 而且我今天玩不只玩 還要玩更大 玩什麼玩更大 因為其實我找到一個東西 他就是現在有很多人就是瘋狂熱衷在修改這個遊戲 做什麼新角色的 還有做什麼新招式 改什麼遊戲 亂七八糟都有 你有看過那個VT版的嗎 VT版有看過啊 超油 超油 那他有連音效都改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比較不一樣我們小改 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如果武器可以全拿不知道多少 噢 以前都只有六個要選擇很久 對 我跟你講今天我們把他改到剩十個 直接拿十個 而且特殊道具也有十個 所以加起來二十個 我們今天就是小朋友來選擇全都要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開始遊戲 來看看全都拿之後會變什麼樣子 強不強 我覺得遊戲應該被玩壞掉 對 應該要玩壞掉 我們要把我們來玩玩看骷髏好了 骷髏好了 骷髏啦 然後我們選新關卡 因為現在目前有多到第四個關卡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做第三個 奶牛關 這關很特別喔 這關有一堆莫名其妙的東西 而且你看那個有熟悉的怪物欸 對 越來越惡魔城 還有這個噴火的骨頭 還有牛頭人啊 哈哈哈 至少被告啊小心啊 作者 同仁同仁作品 同仁作品 唉有了 那我們一開始還是先 把幾個武器 對先弄起來吧 主聲一個 那古魯聖經嗎 聖經好了 聖經嘛 他本來他數量就會很多嘛 聖經直接量本 其實我想說如果 一開始玩老人 數量多也是蠻可怕的 因為他是速度 速度跟那個持續時間 會增加更多 他那個聖書可以轉轉轉 對 唉呦 唉呦 哎呦好像好像有囉 有料囉 往那個方向發展 大蒜加這個 起手不錯喔 然後我們再拿雙鴿好了啦 雙鴿啦 雙鴿我覺得後面要拿 反正我們現在可以拿到十個武器 對 所以最後再拿雙鴿會比較好 我突然想到 如果雙鴿有沒有 那不是兩個升到底會變彩鳥嗎 對 那如果說拿完彩鳥後又拿了兩個雙鴿 然後又升到底 他會不會再變個彩鳥出來 雙彩鳥 雙彩鳥 對不對會不會 應該不行吧 因為拿完就不能再拿啦 搞不好 沒有啊 因為你這樣改的關係 所以搞不好突破界線啊 我覺得應該作者不可能啊 還是那邊87 那我們還是先升基本武器 先升基本武器 這個斧頭先不要擠 斧頭我覺得我們後面要拿 我們現在還缺那個 殖遺時間啦 對 然後再拿一本減CD書 再拿一本那個增加傷害 對 怎麼辦我們現在輸出有點低耶 呃靠 5分前靠大蒜都可以 好 打算要升到 好像不行 這關難度比較高一點啦 這關好像有個寶物喔 他那個寶物好像是 你那個地圖最下面還會還會再多一個寶箱 多一個寶箱 那寶箱會直接讓你在10分鐘前拿到 升級強化的武器 比如說你升到10等嘛對不對 欸升到8等 然後你10分鐘前就可以直接把他升到 直接把他升到 對把他往上升 喔喔喔喔出王了出王了 喔喔喔 慢慢動慢慢真的喔喔了 而且就出新的怪了 還好我覺得盾牌盾牌比較強 他太硬了 欸洪愛心 欸 也可以啊 因為你大蒜生滿了嘛 對啊 待會就可以生那個會回血大蒜啊 嘿 黑大蒜 黑大蒜 黑蒜精 黑蒜精 那很臭喔 會發臭的黑蒜精 喔我之前吃過一次那個超臭的 那個 那個到底是誰要飛發不起來吃啊 我怎麼知道 欸我會不會把王拖去撞那個火車啊 可以啊 對不對 有了黑蒜精 這麼快就黑蒜精了沒 有啊你剛才8等啊 才 不到10分鐘欸 正常啊正常啊 沒有啊 欸不對欸 對啊 這關是直接給那個欸 這關是沒有10分鐘 他還就可以直接讓升級 他就可以直接拿欸 喔那這樣子 我應該一開始就升那些什麼斧頭啊 什麼的啊 哇賽太猛了吧 那妳現在橫著走啊 現在沒有沒有舉盾的 妳就可以橫著走 我範圍很大欸 這範圍很大né 好啦法拉撐掉 喔喔喔 有囉有囉有囉 有了 7等勝輸了 這關根本就是瘋狂刷陷阱 哈哈 對阿我會放上他線紙阿 不然你就經驗值阿 經驗值你現在缺經驗值 你還要拿-CD的書欸 呃 踩那個踩線紙 欸有了 有了 空白之書 登 這出來送的吧這個 哇 第一次看到物品來那麼滿欸 哈哈哈哈 多天際欸 好爽喔 欸如果你玩圖書館那一招 那一招的話你就是10加12欸 對阿 超屌 這個不是這個也超過阿 1 2 3 沒有阿那個不是道具 阿有欸 那是道具欸 這個有阿這個有阿超過阿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過去拿 酷欸 4加12 也是超過阿 欸不知道有沒有模式可以把怪物數量來調一倍 他好像 好像前陣子更新那個詛咒好像可以 有有有有 就是可是你要 因為我們家錢不夠嘛 如果說詛咒升滿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來了 有了 複製劍 各位 1 2 3 4 5 6 7 8 9 看過沒有9個道具阿 你現在還差什麼還什麼 差什麼關鍵道具嗎 恩 關鍵道具喔 武器類的應該差不多 輔助 輔助類的好像 好像沒了齁 輔助的還有還有格紮 不知道輔助類還有什麼關鍵道具嗎 他沒有了齁 關鍵道具 我們已經圓夢了捏 圓夢了嗎 對啊 黑愛心阿 黑愛心還沒拿 黑愛心 然後就圓夢了 真的要圓夢了嗎 應該吧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拿完黑愛心我就要去撿那個囉 撿那個 鎧甲 完全沒撿過鎧甲 完全沒有撿過鎧甲 從頭到尾沒撿過鎧甲 因為你覺得那東西超沒用的 那東西什麼加防禦那不知道幹嘛的 你只要讓敵人被打的時候 他完全沒辦法靠近你就沒事 欸 波賽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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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那個月下那個王欸 來 有了 有了複製劍升級 再加1 呵呵 越誇張了 這遊戲 而且我們要升到60嘛 60就是再加1 對不對 沒有錯 還有幾個道具啊 還可以拿兩把武器 好啦 然後真的要拿 菜鳥了啦 黑白鳥嘛 黑白鳥 然後除黑鳥之後 他就不給你選項選白鳥 呵呵呵 他每次都這樣 現在不用怕啊 因為我們可以拿10個道具啊 嘿嘿 你要確定欸 準備我們改拿聖水啊 呃 八了有了八了八了八了 就差空空白的黑愛心嘛 嗯 外太弱了 不夠不夠 再多一點 多來一點多來一點 兩圈水母 三圈水母是什麼回事啊 呃 完了 完了 你只能選十面具了啦 沒有啦 再拿不到那個啦 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黑愛心啊 二四六八 對沒了 沒了 沒了 沒了愛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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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整理你看 是不是 事與願違 我們是不是要再 我們重錄好了啦 我們改成說 欸 我這一次把他調20了 調20 通通拿好拿滿啊 對啊 永不停歇啦 拿滿還有剩啊 拿不滿 永不妥協啦 呃 先去拿上面那個好了 對 移動速度 欸 下面那個主台 是不是那個加範圍的主台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 加範圍的主台啊 對啊 我們主台本來就有了 你打開地圖看一下 那是不是 我們去確認一下啊 我們本來就有了 而且已經滿了呢 在哪一個啊 在哪一個也不能再加啊 破取 破取 可以喔 好喔 幾個 11個了 突破天際了 燕子不夠吃啦 我覺得我們可能會撐不到欸 對啊 我覺得吃不滿欸 哪裡啊 保槍在哪裡 你看到保槍嗎 有這邊啊 這邊 哪邊啊 這邊 我已經看不到 畫面太亂 畫面太亂了 主要單位管一下好不好 沒辦法升級啊 東缺西缺欸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人類的貪婪啊 永遠不會滿足 真的 我們下一個問題啊 我們 最後 我們還 欸 現在還缺兩把武器 有嗎 有缺嗎 有缺兩把武器啊 呃 可是我是覺得先把 這個啦 斧頭那些先升滿 武器先不要擠 真的有機會的話 有缺他還是會來的嘛 對不對 彩鳥也賽 也賽有機會了 也是沒有機會了 欸很難欸 我覺得經驗值完全不夠用欸 那個閃電閃電閃電 這經驗值怎麼可能夠用啊 我覺得應該要開那個啦 超級模式啊 超級模式才會給經驗值 給得夠啊 對 你還說要帶到12還16 20 我剛才講說20 2020 這40 40不可能啊 怎麼想都不太可能 太難了 呃 嘿嘿嘿嘿 還可以拿武器 我第一次玩到20幾分鐘 還可以拿新武器 還可以拿武器 喔 這是網嗎 不是 欸有了有了 法杖法杖 有了 就差寶箱了 還有斧頭啦 斧頭 斧頭啦 給個斧頭 給個斧頭 你看我那刀子 我刀子 沒有停欸 刀子沒停過欸 好扯喔 25分鐘了 分水嶺來了 分水嶺來了 沒有啊 分水嶺沒意義啊 對我來說 有柴鳥欸 嘿嘿嘿嘿 可以拿什麼柴鳥啦 有柴鳥欸 我武器都沒升滿欸 喔唷 來了來了 這個比較難搞 也還好啊 也還好 欸斧頭 閃電界斧頭 你看我刀子變成這樣 你覺得還好嗎 唉唷 啊~~ 有網啊 沒看到 北七 你北七了 哇 怎麼會這樣 哇 怎麼了 我們看一下 他這樣顯示不出來 他現在壞掉了 1 2 3 4 5 6 7 8 9 有了 九個武器 有啦 有啦 他就是我的新角色 結果你進來 結果新角色 你怎麼 啊你怎麼這樣繞賽啦 我繞賽了 我看你也只是膨脹了吧 膨脹了 可是那時候你看你改實實還不是一樣 真的 而且我們還得到這個角色欸 這角色幹嘛的啊 丟斧頭的欸 每十幾增加力 量起來還會增加那個詛咒欸 詛咒就是怪的數量跟強度變多 我覺得就要選他才有辦法啦 不選他根本不行 對不對 對啊 好可惜喔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升到這邊 到時下一集我們看看能不能再修改更誇張 比如說 飛彈數量增加之類的 喔 我知道啦 複製界沒有等級上限 有啦 等級上限 比如說 物品 道具 他的等級上限看能不能修改 比如說可以升到二十幾 提拉米蘇二十幾 你就二十條命了欸 二十條命啊 看了跟死神 死神比較強還是我比較強 然後你看複製界 複製界二十 二十等就二十個複製欸 那時候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大家希望看有什麼修改 我們去研究看看 比如說你想要看更多怪物 或是怪物的速度更快 你說怪物跟死神一樣快 要不然就從一等開始升死神 這太難了吧 就是 全部都是死神的能力 但是他不會把你秒殺 對不對 到時候你看啊 那你就把那個 所有小怪的改成像死神速度就好了 對不對 這蠻好玩的吧 不然你也玩死神啊 我也玩死神啊 我去試試看能不能接受死神啊 好啦 大家如果對這個 想看什麼修改的玩法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沒有錯 我們去研究看看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們就來試試看把它改得莫名其妙 我來看他這個遊戲會變成什麼樣 這到底是吸血鬼倖存者呢 還是這個超能力世界倖存者 你是超人聯盟嗎 超人聯盟 亂七八糟 好啦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小皮 DT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